下面一个药 白河 那么白河是来源于白河壳的植物 这个白河的灵茎 用的它的灵茎上的灵片 它本身又是一个食物 药是两用的 所以我们这个做的食品当中 比如说新鲜的 可以做蔬菜炒来吃 那么干的 比如说这个八宝粥啊 这样的一些食品里面呢 经常有白河 这个图片上呢 可能这个植物的来源有误 白河的花是白的 开红的花不作为白河使用 比如说开这个橘红色的 就叫三丹 它的这个灵茎 大同小异的 但它不能作为白河使用 所以它应该是开白花的 但是这个白河壳的植物 是没有错的 但是它不是白河的这个品种 这是同学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么白河的 作为一个补因药呢 它主要是硅的这个肺精 和心精 作为硅肺精呢 它也能够养肺阴 清肺褶 润肺畅 但是白河在这方面呢 它的作用是比较微弱的 在和前面的 硅肺精的养阴药 相比较呢 它力量都不强 但是它有一个 前面的硅肺精的养阴药 所不具有的一个特殊功效 它有直接的驱痰止咳的作用 所以对肺阴虚 这个咳嗽有痰 尽管它的滋阴效果不是很强 但是它可以用它来止咳驱坦 所以也比较重要 也比较常用 今后大家要学 比如说这个白河固精汤 尽管里面有很多补肺阴的药物 但是呢 那些药物不能驱坦止咳 而白河有这方面的优势 所以这个防疫 这个白河来命名 主要就是因为 它在补肺阴药当中 它具有直接的驱坦止咳作用 这是白河在我们学习这个补阴药当中 尤其贵肺精的补阴药 很重要的一个铁针 其他的补肺阴的药 没有这方面 这是着用在肺 另外呢 它着用于心 和前面的这个美东 玉竹一样 它也能够补心阴 清心褶 但是它补心阴和清心褶的作用 都不如美东 但是呢 白河它又有安神的作用 它又是一个养心安神的药物 所以尽管它养心阴和清心褶的效果不好 但是它能够直接安定心神 所以这个心阴虚心褶不胜 而有心神不灵的症状 那么白河也是常用的一个药 那么在金贵药率当中 由于热血耗伤了心阴 那么出现了这个一些心反不眠 反畅不安 所谓的这个白河病 那么常常用这个白河配武之母 白河配武这个生地 用这个白河之母汤 白河这个地皇汤 这种多的方 那么有一种观点呢 就是因为说白河 它能够治疗这个心阴粗伤 而心神不灵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症候 所以这个病呢 叫做白河病 当然还有另外的解释 那不属于我们中药学的范畴 那在金贵药率里面去呢 那么金贵药率的老师呢 要给大家详细介绍 以他们介绍的为准 我们这里呢 就简单的了解这个白河呢 它归心经 不但能够养心阴 亲心日 这个作用不强 但是它还能够安心省 这个也是它比较特殊的地方 另外在我们这个教科书呢 还认为它能够归胃经 也能够养胃阴 亲胃日 但是这个作用也是不明显 那么这一点呢 仅供参考 为什么仅供参考呢 在目前并行的中药教材当中 对白河都是只归 这个废河心者两经 没有提到归未经 所以白河归未经呢 是有真论的 或者不是完全统一的 那么我们这个教材上 尽管有这方面的内容呢 仅供同学参考